我们就来邀请我们的台湾队长 蔡一环 周总为我们支持 我们欢迎我们的烙台队 我们的台湾队长 蔡一环 各位国人红包 各位关心台湾 谢谢 谢谢各位关心台湾 关心2024年这场总统大选的所有的朋友 还有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首先 我要以总统的身份 恭喜赖清德副总统顺利当选 同时 我也要向另外两组 在选战中 奋战不懈的候选人 表达敬佩之意 他们 为这场选战付出很多 也提出了许多 对国家发展宝贵的意见 我要谢谢他们的努力 而这场选举 就是台湾民主生命力的展现 我要感谢全体台湾人民 我们再一次 我们再一次共同完成 民主社会中最重要的一场选战 无论选举的结果如何 这就是我们共同珍惜的民主生活方式 如同每一次的选举 这次选战里 凸显了台湾社会 有一些议题上的分歧 但也有许多 共同的关切 和看法 我期待在未来 包括我剩下的任期内 以及未来新任总统 能够启动跟在野政党 社会各界的各项沟通 让选举的结束 成为我们共同面对挑战 化解分歧的开始 在这里 我要谢谢全体的公务同仁 坚守岗位 以及所有参与选务的工作 辛苦的同仁 因为有你们 这场大选才能够顺利的完成 此时此刻 全球都在注目台湾的这场选举 我要特别谢谢 所有的外交人员 因为有他们 世界才能临时差地掌握 来自中华民国台湾的 正确的讯息和立场 也看到我们民主的价值 谢谢 更重要的是 我要感谢我们的国军将士 锦销弟兄姐妹 因为他们坚守岗位 确保国家安全 社会的稳定 我们才能够顺利的进行 这一次的选举 我们给他们掌声 好不好 接下来 我也要跟现场的朋友们说 经过这场选举 我们一起向世界证明 再多的挑战 再多的压力 都无法打击我们对民主的坚定信心 更不会放弃对自由 对家园的热爱 我要谢谢大家 八年来不离不弃的支持 和我们一起走到这里 今天的台湾 已经成为一个更好的台湾 对此 我衷心感激 谢谢 今天选举的结果 台湾人民选择民进党继续执政 我们走向世界的路 我们身为执政党 必须要稳健前进 同时也让台湾更加的坚韧 而同时 这一次的选举 大家也选择了一个 必须有更多的朝野对话 合作的国会 这告诉我们 有许多过去的施政 有不尽周延 或者社会不了解 社会了解不够的地方 都需要更尽力的去跟社会沟通 身为执政党 未来我们也应该主动的走出去 倾听 团结 凝聚最大的共识 让国家继续前进 选举期间 谢谢 选举期间 各种对于国家发展的不同的思考 对于各项重大政策的想法和辩论 选举之后都可以是执政团队最珍贵的参考 也可以是朝野共同及时广义的起点 在场的各位 以及我们所有的国人同胞 选举结束就是团结的开始 今天 无论你把票投给谁 你支持的候选人是不是当选 民主台湾都因为你我的决定 在向前迈进了一步 今天 一起在投票所排队的人 无论投票的意向是什么 你我 都是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大家庭的一家人 团结 团结再团结 明天过后 我们一起为台湾继续努力 因为 这是我们生活在一起 共同的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我们台湾队长 蔡英文总统 为我们打造一个 稳健前行 鲜断的台湾 谢谢大家